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 我其实 我没有什么挑剔 所以结婚很多年来 我太太最常煮的就是牛肉面 他有水饺 我可以三餐吃牛肉面 我可以三餐吃面 也不只是牛肉面 早餐 午餐 晚餐 再加个宵夜 我今天要分享牛肉面 牛肉面跟台湾很有关系 因为全世界最好的牛肉面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 印度有牛肉面 泰国有牛肉面 越南有牛肉面 菲律宾有牛肉面 中国有牛肉面 俄国也有牛肉面 但是都没有台湾这么好吃 我要稍微讲解一下 为什么台湾的牛肉面会特别的好吃 还有牛肉面本身所代表的 它背后的知识大概是什么 我稍微说明一下 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吃牛肉面 真是 对不起 我想我不能再批评下去了 OK OK 免得我去美国 我的朋友就不请我吃牛肉面 我跟你讲 瑞士也有牛肉面 牛肉面是前世间 前世间都有 这个名称有点不太一样 我今天没有在讲 每个国家的花音会不太一样 我讲点台湾的牛肉面 其实牛肉面是台湾所特有的 台湾的牛肉面是台湾所特有的 所以才加台湾这两个字 你说张老师这不是会话吗 台湾牛肉面当然是台湾特有的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不太一样 OK 我来说明一下 台湾的牛肉面怎么会来的 其实台湾原来没有牛肉面 在清朝的时候没有 那在日据时代也没有 管它是日据还是日据 好像都没有了 大概在195年代的 195年代 195年代很多大陆的 这些士兵跟着军队来到台湾 那这些士兵里面跟着台湾 来到台湾 后来当然有很多人就慢慢退伍了 退伍以后其实要磨生能力也很难 那以前的美元 好像做面粉是不要钱的 买牛肉好像是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就有两个地方的人 就来开始用这个牛肉面 开始来煮这个牛肉面 一个是山东 所以山东的牛肉面是有够好吃的 我们叫做家乡味 山东牛肉家乡味 还有一个是江西 江西它那个面是比较粗一点 这个叫什么面 那个比较 也不是板条 就是比较粗的面 所以有山 特别是山东 哇那个山东的家乡面 实在是好吃 那怎么会一遇到全世界呢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打越战 那1960年 其实有很多的美国 很多的美国的官兵 在台湾吃的牛肉面 我就把这个台湾的牛肉面 吃的好吃 就带到全世界去 台湾的牛肉面会这么有名 其实我们也很谢谢 这个打越战 还有打一点韩战的时候 留在这边的一些外国的士兵 哇他们说 他们说他们曾经到过台湾 我还看他们这样写 一个美国的军兵 当我们回到国家去以后 哇才发现台湾有一种梦幻的食物 叫做牛肉面 那个面好吃到 你就在睡梦中 你才能感觉到它的好吃 那这个叫梦幻的食物 那么呢 梦幻如果要能够成真呢 就是再回到台湾的某一条街 有人说是桃园街 某些街道呢 你才能够吃到 这个 从它好吃到 它只能在梦里面 还会那么好吃 所以这些外国的官兵呢 就把我们的台湾的牛肉面 都带到各地去 OK 那 所以它是一种台湾的梦幻食物 别的国家所没有的 OK 那我来分享四个点 OK 第一个点 其实面很早就有了 我们台湾 这个中国的面 这个在周朝 公元前就有了 周朝 可能上朝的时候就有做面 那面是什么 是小麦跟大麦 吃剩的打成粉 然后呢 所以一般吃面的都是穷人 OK 有些人不会吃面 有些人就吃新鲜的了 刚采收的了 OK 刚弄好的那个小麦 OK 或者是吃饭的话 当然是新鲜的米 OK 那不会有人吃那个面 因为面是剩余的嘛 剩余然后才去做这个面 所以呢 一般讲起来 吃面呢 早期能够把这个面传递下来 一般都是比较穷的 比较穷的 然后呢 你吃那个后制的吧 吃是后制的 OK 那么一般都是作物啦 作物你收了以后呢 你那个剩余的 剩余的 OK 那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 然后呢 就用牛肉面里面呢 其实它主要 它主要在那个熬啦 前面的那个熬 熬 其实重要不在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吃牛肉面 其实是把汤跟牛肉买回来 那家里自己煮面 我太太以前常常这样做 就是去买那个 那个那个面 然后 不是 去买那个汤头回来 牛肉面 那他们熬了很久 哇 那个是入口即化 那个是入口即化 然后呢 它有点油 我大概一直告诉我 他说那个好吃的牛肉面 吃完了以后 这个嘴唇是油油的 OK 嘴唇是油油的 OK 所以他告诉我 那如果嘴唇不是油油的 可能那个牛肉面里面 那个酱油加太多了 酱油加太多 真正那个牛油 吃完了以后 那我太太呢 最喜欢吃一家的 最喜欢吃一家 那走很远你知道吗 在台北火车站前面 有家叫做农门客栈 哇农门客栈 生意之好啊 然后你还要等很久 你知道吗 那我太太就 他说 我知道他喜欢吃农门客栈 然后给他吃点那个小菜 切点那个 这个猪耳朵啦 豆腐干啦 海带啦 蛋啦 切一大盘 然后呢 就叫 就 就跟太太一起吃 哇那是 现在想起来都 我知道我 我已经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那我 太太走了以后 我就一直没有去 农门客栈 农门客栈不是那个 不是武侠片 对不起 农门不是武侠片 农门客栈是一家面的店 OK 那我今天这样讲 也不是 特别为农门客栈做广告 因为他生意已经太好了 他不太需要广告 所以那个在等待的过程中 有时候要排 排一个多小时 才能吃到一点面 我那也很棒啊 对一面排 可以跟太太可以聊天啊 然后可以看看自己前面跟后面的人 怎么他也跟我排那么久 到底他们会讲什么题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做朋友就是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一起在排那个吃面的时候 那个前面后面的人 就彼此认识 哇你从马来西亚来的 哇你从美国来的 你从日本来的 你从屏东来的 就是要来吃这一家的牛 牛肉面吃完以后 那个整个嘴唇 充满了高油的感觉 哇那个高油的感觉 那我来分享一下 吃牛肉面的快乐在哪里 这是我的第二点 吃牛肉面其实很多快乐 我真的 因为 因为你吃牛肉面 其实有很多人的快乐 我讲几个啦 就是你自己可以摇一碗牛肉面 然后呢 一个人 在角落吃 OK一个人在角落吃 就牛肉面你可以一个人吃 OK 哇那是用快乐嘛 一个人吃牛肉面 也是个快乐 第二个的话 可以大家一起吃 哇那个面很难捞 你知道吗 面的时候比较长 哇有时候你 你捞的时候旁边一个人 还要帮你弄一下后面 OK 后面他还要吃 或者有时候你整个捞过来以后呢 你把面都捞光了 别也没得失 你再给他放到他的碗里面去 所以那个 吃面是一个团体的活动 吃面可能可以一个人 哇 所以吃面跟读圣经一样 读圣经一个人读也很快乐 大家一起读也很快乐 OK 所以吃牛肉面的话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自己吃 吃得很快乐 第二个的话 团体可以一起吃 那你说你吃别的就没有了 OK 吃别的就比较不容易 OK 那但是呢 这个面整锅一上来的话 它成为一个团体 哇你夹我夹 OK 你夹我的面 我夹你的面 哇那很快乐 OK 第三个 还有很特别 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 我们吃饭不得有声音 但是吃面就是有声音 这个声音 哇 这个声音听得好好听 你吃饭都是安安静静地 把饭放在嘴巴里面去 OK安安静静地挖一口 放在嘴巴里面去 搅一搅 这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有时候吃饭没有声音 总是觉得有点 有点缺乏 但是你吃牛肉面 你就会有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面要用吸 那你这 如果你从物理学来看 那个牛肉面 一定是嘴巴 这个嘴唇 这样子 因为这个把压力排开 然后呢 稍微打开我们的嘴唇 然后就可以用里面的护压 用这个口腔里面的护压 把这个面 吸进来 哇这个声音很迷人的 这个声音很迷人的 我以为说 我很喜欢听这个声音 哇OK 所以当你吃牛肉面的时候 没有人要求你说 请你不要发声声音 也不可能嘛 因为你要把面吸进去 你总是会有声音的 OK 所以它是一个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这种食物 还有一个 吃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端着玩 你一边走一边吃 你端着一个玩 你就可以一边走 OK 你就可以一边走一边吃 一边走一边吃 它你做的也可以吃 你一边走也可以吃 很少食物这样 很少食物你可以让你这样 端着走 然后你可以一边走 一边流浪 OK 你可以一边吃 OK 所以它真的有很多的好处 那我再讲 那我再讲一个 很特别的好处 很多老年人 已经失智了 它依然难忘它的牛肉面 牛肉面会成为一个人深刻的印象 成为一个台湾的老人深刻的印象 成为我们一个老人深刻的印象 他什么都忘了 他说我还是要出一碗牛肉面 OK 就那个牛肉面成为他深刻的印象 很多事情都忘记了 可能连老婆也忘记了 可能连小孩也不认得了 也许我将来也会这样子 我不太清楚 但是呢 当我们在老年时代的时候 很有趣 我们依然记得 我们曾经吃过牛肉面 是不是可以再来一碗牛肉面 哇 那是我们深度美好的记忆 深度可口的记忆 深度充满的喜乐 充满的平安的激励 所以吃牛肉面真是好 还有 还有 哇 我常常记得吃牛肉面 吃牛肉面 牛肉面很营养 牛肉本身就已经很营养了 那么呢 面本身也是营养 但是呢 你吃了以后的话 真的会真的是很有营养的 OK 它不是吃的废物 OK 但是呢 还有一个这个吃牛肉面有个特别 你加点调味料 吃牛肉面的时候 还吃着心情会好起来 吃牛肉面有帮助人的心情 吃牛肉面会帮助人的心情 我几个例子好了 我发现 牛肉面里面 只要加番茄 吃起来就很快乐 我怎么发现的 我从我妻子身上发现的 我妻子每次去都要点那个 番茄牛肉面 哇 我跟他吃得很快乐 很影响我 OK 那我后来我自己也喜欢吃这个 番茄的牛肉面 就是 这个牛肉面里面有 有些配料 有些配料 吃了以后呢 心情会 会好起来 OK 心情会好起来 所以 全世界大概很少像台湾 把牛肉面成为一个 对全世界的 影响 现在你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 都可以看到台湾的牛肉面 可能是山东牛肉面 可能是山西的牛肉面 对不起 也许别的地方有牛肉面 我自己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自己在小时候的时候 我依然记得 山东牛肉面 我自己在建国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 要经过一个路叫南海路 那南海路呢 会跟那个重庆南路呢 交汇 哇 重庆南路的那一边呢 整个都是卖 牛肉面的 那 建国中学的前门 很多牛肉面的店 建国中学的后门 也有很多 牛肉面的店 还有一家牛肉面 我比较不敢去吃 就建国中学有个围墙 旁边有一家牛肉面 据说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牛肉面 那牛肉面呢 还可以配水饺 那为什么我不敢去吃呢 因为同学们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为什么它牛肉面里面的肉呢 都是那么的大 吃起来那么好 就有一天呢 看到吃面的时候呢 有一只老鼠 从厨航跑出去 然后那个厨师 卖面的师傅呢 还拿来把菜刀到后面去追 追那只老鼠 后来 他就有一些传言说 哪一家 到底我们是吃牛肉 还是吃老鼠肉 不 不许了 反正就是我们当学生的时代 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 但是我只要还是要分享 我前面讲的那个三个点 开始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乱 把山东的老兵 生活有困难 然后带也到台湾来 把山西的老兵 或者把其他一些省困的老兵 带到台湾来 然后开启了 在很穷的 没有什么材料 他们花很多时间去熬那个牛肉 把它熬出一些汤来 把油也熬出来 哇 你所吃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特殊 一个动乱之下的一个产物 第二个 又经过了韩战跟夜战 很多的 很多的美国的军人 把这个吃了以后 那么好吃 带回去他的国家 说台湾有一个很好吃的面 是在泰国 越南 菲律宾 或者是俄罗斯 或者在中国 都没有办法吃到的 都那么单纯 其实他最花时间的是在熬 熬那个牛肉 还不在那个面 当然面可能有点影响 从来熬那个 然后他吃的过程中 给我们很多快乐的感觉 我们可以一个人自己吃面 我们可以跟一些人一起吃面 我们可以边左边吃面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吃面 有个很特别的声音 就叫 哇 这个声音很迷人 很迷人的 很疗愈的 OK 我觉得那个吃面 在吸面的声音 比那个吃饭的时候 在搅 比那个在吃面 或是东西 在搅东西的声音 是 是更好听 牛肉面成为台湾的梦幻食物 它是个梦幻的食物 我相信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的留学生 各地的 到各地去做生意的或是旅游的 我相信 在你的梦中还想到 牛肉面的香味 它是无与伦比的香味 那我讲这个是干什么的 当然一个 我怀念 我妻子以前所说的牛肉面 还有一个 我常常讲 我们把上帝的话独守一点 是不是像是熬牛肉面一样 熬牛肉面一样 我一直认为 一个上帝的仆人 最重要的是 是把上帝的话 上帝那个真理 仔细地在心中 缓复思想 它是熬一锅的 好吃的牛肉汤一样 好吃的牛肉汤 其实你配什么面都好吃 都好吃 那个油滋滋的感觉 可以听一片道以后 回到家里 心中还有油油的感觉 就像是吃好吃的牛肉面 嘴巴有油油的感觉 所以以上 是我分享 台湾的梦幻食物 牛肉面 为什么这么好吃 台湾的梦幻食物 牛肉面 为什么是这么好吃 我做个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小时候住在彰化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 我永远难忘 学校附近卖牛肉面 哇很好吃 我也难忘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在学校附近 好多卖牛肉面 我也常常听到那些老兵 所唱的歌 家乡的歌曲 当然现在都已经拆掉了 我也真的感谢主 我还记得下雨天 跟自己的妻子 拿着雨伞 在牛肉面的店的外面 在那边等待 哇虽然等待很久 进去加油位置坐 坐下来 点一碗牛肉面 热热的黄牛肉汤 哇就那么好吃 哇 番茄牛肉面 就是那么可口 带着喜悦 带着油滋滋的 何等的美好 主啊 也许美好 就是永远存在心中 也许美好 就是永远存在心中 为曾经拥有的那个美好 献上感恩 也许我下次还是 再去点一碗 好吃的牛肉面 勇敢地跨出去 点一碗 好吃的牛肉面 谢谢主 给台湾这么美好的祝福 我们有全世界 最好吃的牛肉面 心上感恩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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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